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龙头羊花匠 羊花能讨厌人的清淘 并能净化空气 现在爱羊花的人越来越多 羊花过程中也满不了一些烦恼 一些病虫害 蓝根 荒叶 特别是蓝花北洋 再者就是女子花 一样的东西省张不陌生 每当朋友来埋花的时候 东西问我 用米兔教花有什么好处呢 为了答复这位朋友的意味 根据我个人的养殖经验 为大家分享几点 米兔是可以用来养花的 但是必须使用得当 否则会适得其分 如何正确地使用米兔呢 使用前我们必须对谁行使 按一笔无实的比例 然后加入五十倍的水 加入的这个水呢 也是一个大约数字 当然也不那么最确 一笔四十九也是可以的 对谁吸食好的这个米兔 我们就可以用来浇灌 吸酸性的花卉 你像豆卷 叉花 米烂 还有枝子 都可以 它能输送土壤 能调节土壤的这个三年度 使土壤能成酸性繁药 并且预防黄化病的发生 有的朋友养的这个椎子呢 暗淡无色 失去了这个叶片的观伤价值 我们可以用这个一笔无实的比例 对抗米醋 进行培杀 连续培杀几次 这个叶片 浮游光子 并且浓滤 米醋 不但对兼性化的土壤 得到改善 对冰虫害也有一定的防止作用 朋友在养活过程中 因为铜缝不亮 会导致花会发生这个冰虫害 影响被肥病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可以用一笔无实的比例 进行培杀 会得到施斑工备的效果 当然对其他冰虫害 影响结核酸 含有其他冰虫 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好了 你要觉得有用的话 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